台中市长卢秀燕 5号前往参加冬奥自由车竞赛国手冯俊凯苗栗泰安老家 向冯俊凯的父母及亲属表达慰问并致意 卢市长表示选手们家庭的支持 不仅是每位参赛选手最大的动力 更应该被大家看见以及肯定 爸爸忍痛 为了完成他的梦想 去贷款分期付款 去帮他买车 那中间花的心力 花的精血更不计其数 所以今天俊凯有这样的成就 我觉得说不只是要感谢选手 感谢他的教练团 感谢他的学校 更要感谢他的家庭 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 第一个是我们家里买不起脚踏车 第二个开开 那个时候又比较胖 他又一直想要退出 但是我们家人还有教练 就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然后他就这样慢慢慢慢的走下来 这次参加冬奥的国手中 就有七位来自台中市 其中排湾族的杨永伟 勇夺台湾楼道第一名奥运银牌 阿美族的林真豪 也获得女子楼道第七名 泰雅族的冯俊凯 除了是台湾首位登上世界一级 职业车队的自由车选手 也是本届冬奥台湾唯一参赛 自由车项目的选手 卢市长除了一一到每个选手 家中之一外 也表示从本届冬奥急趴运起 台中市府另颁发给选手们的奖励金 也提升为过去的20倍 台中市里选手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 得金牌的话300万元 国家给他2000万 我们给他300万 如果是亚军的话 国家给他700万 我们给他200万 同牌的话 国家给他500万 我们给他100万 4到8名也都有奖 没有到4到8名的 也通通有奖 所以除了这个激励的奖金 对选手的肯定之外 我们希望政府要重视这些选手的 养成的过程当中 这个家庭的支出跟花费 其实是尤其对原住民的家庭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此外卢市长也表示 除了提升奥运奖励金外 身心障碍选手参加趴运的奖励金 同时也提高到金牌100万 银牌60万 以及铜牌40万等 除了鼓励运动选手为国争光外 也能弥补选手们家庭 过去为了栽培所付出的新血 原始新闻No 苗李泰安 财榜报道